下面我们介绍磷的含氧化物 磷的含氧化物除了氧化物以外 还有含氧酸 还有含氧酸塩 那么先介绍磷的氧化物 磷的氧化物刚才我们介绍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三加磷的 一种是五加磷的 三加磷的氧化物可以写成六氧化四磷 也可以写成三氧化二磷 六氧化四磷是从结构的方面考虑的 三氧化二磷是从什么 从氧化素写出化学式的角度 都去考虑的 同样 四氧化四磷也是从结构的考虑 如果考虑的氧化素和化学式 就写成五氧化二磷就行了 因为化学式经常写成最碱式 这两种氧化物是常见的 还有其他的不常见 先说说氧化物的分子结构 磷是四个磷形成的四面体结构 这个是白磷 其中的磷是弯曲的 弯曲的是不稳定的一段 那么在氧气分子的进攻下 氧气分子如果在磷磷那个剑的位置 把它镶嵌进去 所以在每两个磷原子之间 镶嵌进一个氧原子 就形成了六氧化四磷 那磷四面体正好有六个边 每一个边算成一个磷磷剑的话 那就有六个磷磷剑 六氧化四磷剑都换成氧的话 就变成了什么 六氧化四磷 然后的化学四可以写成三氧化二磷 六氧化四磷的每个磷上 还有一个孤电子对 那么磷有五个加电子 那三个单键都和氧形成了什么 单电子都和氧形成了 桥连的氧的单键了 那么每个磷是不是还有一段电子 那一段电子也是经过杂化的 还可以再结合氧原子 形成四氧化四磷 就是六氧化四磷 再加上每一个顶点再加一个氧 形成四氧化四磷 化学四可以写成五氧化二磷 所以习惯上把它叫做五氧化二磷 然后我们再说说氧化物和水的反应 包括三加磷的 包括五加磷的 那么六氧化四磷和冷水反应 就是你不加热 最终产物是氧磷酸 氧化素不方式变化 这个是正酸的 这个也是正酸的 和热水反应的时候 生成的氧磷酸它是不稳定的 它有七化 七化可以变成什么呢 变成三加的磷 变成五加的磷 比如说七化以后可以生成磷酸 另外一个可以生成丹子磷 实际上丹子磷还可以继续七化 或者说一部可以七化到负三加的 所以也可以写成这种反应 在热水中可以生成磷酸和磷化氢 所以这两个哪一个都有 说明什么七化产物比较负长 氧化素高的是正五加 氧化素低的可以是零的 可以是负三的 隔节空气加热六氧化是磷 正三加的磷的氧化物 会得到磷的另一种氧化物 是四氧化二磷 四氧化二磷你算一下 这个磷的氧化素应该是三和五的中间 是四 剩下那一部分就生成磷酸了 磷酸在加热条件下 白磷是不稳定的 它变成红磷 四氧化二磷是无射晶体 这个要提到无射的时候要小心点 无射什么意思呢 这晶体长得足够大能透过光气 如果都是小晶体你放上一堆 像你买一袋眼 你能看是无射的吗 不是 因为晶体小 它各个方向的光都折射出去了 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无射有可能等于白射 所以无射等于白射 如果磷酸小了 它就是白射的晶体 四氧化二磷融于水 水又齐化了 齐化成成正五价的和正山价的 本来它就从正山和那个来的 是吧 然后再齐化 一个正五 一个是正山 四氧化四磷 也就是无射化二磷和水作用 产物和水的量有关 和作用时间长短有关 如果水不足的话 生成偏磷酸 偏磷酸是什么 磷的氧化素每变 一眼是正五 一个氢 三个氧 一个磷 这个叫偏磷酸 比如说 是两磨尔的水 和一磨尔的四氧化四磷 这个比例做的话 它生成是偏磷酸 如果水的量 比刚才那个一比二要多的话 那就能够生成胶磷酸 所以这个偏磷酸 在继续有水的情况下 就能够转化成胶磷酸 胶磷酸炎是化学实验室的一个重要的实际 如果有磷酸吹化的话 水的量还要足够大 那么很快就能够转化成磷酸 那么至少的磨尔比要六倍以上 从这个反应方式可以看出来 六磨尔的水和一磨尔的四氧化四磷 能转化成四磨尔的磷酸 所以水量足够 还有有催化剂 你水量足够 因为它反应速度慢 所以不一定马上转化成磷酸 但最终它要缓慢地转化成磷酸 有催化剂 这个快 所以加点硝酸 反应就快了 四氧化四磷也就是五氧化二磷 是一个非常强的细水剂 它细水的能力 可以从下面的表中看出 下面表是什么意思呢 是细水的效果数据 是指每立方米含水的质量 是每立方米气体中 是吧 每立方米气体中 你放在干燥器中 一方米干燥器里边 你还看看 还有多少颗水 通过这个 可以看出的细水能力 是强还是不强 我们给出一套数据 二氧化钙有一定的细水作用 它细水达到平衡以后 前提是 你这个二氧化钙得足够 你别 你放一颗二氧化钙 原来里边就水成器很多 那不行 但是细水剂足够的条件下 那么细水达到平衡以后 气体中的水 还含有0.34颗 是指一立方米 而浓硫酸的细水能力明显强了 达到平衡以后 这个是一立方米就剩0.003颗的水 气氧化钙和浓硫酸差不多 是0.002 这个一个数量级相差不大 但是你看一下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磷的氧化物 磷的氧化物如果这个要足够的话 在每立方米的空气中 剩下的水蒸气就剩下0.00001 这个和它什么前面俩聊 这个前面四个聊 差了两个数量级 是不是 所以效果更好 当然了 这个磷的氧化物 要比这个浓硫酸和氢化钾的价格要贵很多 所以没有那么高要求 尽量别用 还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死氧化氏磷是一个强的脱水剂 我们知道浓硫酸可以把碳水化物脱水 是不是 这个犯罪分子经常用它来做毁容 就是利用它的氧化性和脱水性 但是这个无氧化二磷或者死氧化氏磷 能够使硫酸脱水变成三氧化硫 说明它的脱水能力更强 更强 然后我们介绍磷的氧氧酸 先介绍磷酸 磷酸的分子结构 你按照价层电子的护士理论就能够判断出来 你想一想 磷是第五主主元素 有五个价电子 那么磷酸中有四个氧 三个氢 换成四个配体的话 一个是端氧不提供电子 三个氧机提供一个 一乘三等于三 五加三等于八 除二等于四 四对肯定磷酸 四个配体是四面体的 只不过要把正解拿掉 因为配体有一个没有氢的 那么这个就是磷酸中 磷子五加的 这个是磷酸的结构 磷酸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有三个氧机配体 一个断氧配体 刚才我们按照价层电子队 护士理人已经判断出 有四个电子队 肯定是SP3杂化 SP3杂化要形成三个公价件 所以这个有三个单电子 形成公价件 SP3杂化还有 连还有一个电子队 那个电子参加杂化了 肯定就不是等性杂化了 因为它能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SP3不等性杂化 那么三条单电子的杂化轨道 和三个枪机形成三个公价件 所以有三个习干嘛件 那么剩下的一个电子队 有电子队的SP3杂化轨道 向氧原子配位 这个比如双件 其中有一个件是 临的杂化以后的这个电子队 向氧配位 氧杂化以后配位 就不能形成派件了 肯定是习干嘛配件 然后我再想想氧原子 氧原子刚才和零 已经形成了一个配件了 那么氧原子本来是 2S两个2P X两个2P和2P 这各有一个 一共是六个加电子 六个加电子 如果它要想接受 零的电子队 它必须冲排 冲排倒出一个空轨道 来接受零的电子队的配位 怎么办 冲排以后 把2PZ变成没有电子的 把那个电子也放到2PV里而去 本来有两个轨道有单电子的 现在让它冲排以后 没有单电子了 空出一个位置 空出一个位置 以接受零原子杂化轨道的电子队 两个原子中的P轨道的电子队 刚才我们看到 有三个电子队 是不是 三个电子队 那么还可以反馈到 零的三地的空轨道成建 我们看一下 三地是指零的 2P是指氧的 它们轨道的对称性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呢 你把它间连旋转一下 都是旋转到180度的时候 图形的形状不变 符号相反 这是派剑的典型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可以形成一个 零的电子队 像零的空的地轨道配位 零的电子队是在P轨道中 零的空轨道是D轨道 所以是DP派配件 所以就承建轨道的对称性来看 是派件 所以就轨道的来源看 它是什么 是DP形成的 所以叫DP派配件 这是含氧酸中常见的一种件型 顺便说一下 这种件不仅仅含氧酸中有 除了磷酸 硫酸 氯 除了次氯酸以外 氯的其他含氧酸也都有 你想想 氯只有一个单电子 一个单电子如果和OH成建的话 如果再有一个氧 怎么办 就得形成这种习惯配件 DP派配件 高氯酸的话得形成三个的 是不是 高氯酸有一个氢氧 然后成了那个系统件 剩下怎么办 就用氯的三个电子队分别和氧配位 那三个氧再分别反复回来 所以说这种派配件 不仅仅仅仅是氧氧酸中有 其他化合物中也有 我们几个简单的例子 流的氧化物 如果被两个氯取代 那个叫 那个 氙 对吧 流的氧化物 取代以后 两个氯 是 供下件 那氧怎么办 不是氧氧酸 也形成习格派配件 和DP派配件 所以 这种件 相当弱 相当弱 因为它是配件 习格派配件 肯定要比派配件要强 头碰头重叠 比肩并肩重叠 要大 这个是结构图 这个是层见四翼图 磷酸结构中 磷和氧之间的双件 就是一个习格派配件 是林向这个氧配位的 和一对 DP派配件 这个氧里边 还有三个电子对 其中有两个电子对 和林的空的地轨道 能够形成 空间对称性一致 能够形成重叠 形成派配件 把它叫DP派配件 那么这两个箭头 和这一个箭头 才相当 所以一般认为 林仰是双件 一个西方件 一个派件 DP派配件 是林仰双件的一种解释 所以这种 就是来解释林仰 还没有单电子 还想乘两个件 怎么办 是不是 没有单电子了 单电子和那个氧 这个清氧或者枪击 都乘件了 没有单电子 还想乘两个件 怎么办 先形成一个西方件 然后再反归 为了再形成一个派配件 所以两种件都有了 然后再说磷酸的性质 纯的磷酸是固体 我们知道 这个 纯的硫酸不是固体 所以 纯的氯化氢 还是气体的 但是纯的磷酸是固体 纯的蓬酸是固体 纯的磷酸也是固体 纯的磷酸是固体 溶点42度 费点比较高 40几度 我们实验室里边 那种丝寿的磷酸 农力磷酸是85%的 85%的 相当于15摩尔每升 我查了一下物理化学手册 它那个物理化学手册 写到磷酸的性质的时候 那个数据说 磷酸在水中的溶解度 是100颗水溶解了 548还是648颗 然后我算了一下 正好是85%接近 溶解度是什么的 再浓了 浓磷酸 我们看一下 那么形成许多氢鉴 就粘稠状了 再浓了 就可以看成没有流动性了 就不能看成再溶解了 所以一般认为 它的溶解度就是85% 磷酸中 那个有三个腔积 所以每个腔积上的氢 都可以解离出来 所以它是三元酸 三元酸从第一个解离常数 是10的负3 10的负2到10的负4 一般因为是中腔酸 小于10的负4是弱酸 大于10的负2 一般认为是强酸 所以从第一个解离氢看 它是中腔酸 但是每一个氢都可以解决出来 所以能够解离出三个氢 第一个10的负3 然后10的负8 然后10的负4 解离氢的程度越来越差 所以第一个氢看成中腔酸 第二个肠肯定是非常弱的酸了 磷酸是非氧化性的酸 几乎没有什么氧化能力 你看一看 如果磷酸做氧化剂 生成氧磷酸的话 标准点点是负的0.276 这个负的0.276 没有什么物质有可能被它氧化 是不是 所以基本没有氧化性 在氧性条件下 负的1.05 就更没有什么氧化性了 磷酸由于硕核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性子 就是磷酸的硕核性 磷酸受到强热的时候 分子间脱水能够发生硕核反应 这一点在讲到硫酸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是不是 那么两个磷酸脱一个水 生成一个化合物 叫做胶磷酸 胶磷酸也可以叫另外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呢 是两个磷酸硕的 脱下来是一个水 所以叫一硕二磷酸 胶磷酸 人们也把它叫做一硕二磷酸 从这里边 化合物的间联关系可以看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相机 它肯定四元酸 书上经常把它叫做四元中强酸 我认为好像不太合理 因为第一个氢的解力长数 它是十的负一次方 就是它的PK值第一个是0.9 你想想 这是十的负一次方 十的负一次方 不能看成是中强酸 可以看成是强酸 你看1.2乘十的负一 第二个十的负三 第二个还是中强酸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一般认为第一个氢和第二氢的解力长数相近 第三个氢和第四个氢的解力长数相近 而第二和第三一般差别比较大 原因在于第一个解力出来的氢和第二解力 是两不同林的周围解力出来的 互相影响不大 然后第三个再解力就比较难了 就是已经有复电的那一侧 你还想解力出一个正地质 就变难了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应该差别不太大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种简单的氢氧酸 硕水尔成的酸 叫铜多酸 叫铜多酸 那这种铜多酸 在前面我们讲到硅的时候 硅的硕核形成一系列的不同的氢氧酸 所以那个也叫铜多酸 胶氧酸就是一种铜多酸 所以第四三章我们介绍到硅的不同硕核酸 但只不过没提到铜多酸的概念 那么铜多酸是指相同元素的酸硕核的 如果不同元素的酸要硕核 那叫不是铜多酸 叫杂多酸 所以有一个重要概念在杂多酸 而且有很多人在研究杂多酸 杂多酸有很多化合物 有很复杂的不同的结构 那么有一些杂多酸 据说还有可能有抗癌的功效 所以有很多人在研究 现在已经拥用到杂多酸 在有机反应中做催化剂 所以杂多酸有很多人在研究 多磷酸中含有三磷酸 什么意思呢 刚才是二聚的 如果三个磷酸拖掉两个水 炼成三磷酸 也可以看成是三个磷酸集合 拖两个水 所以叫做二硕三 所以两个水出来以后 是三个磷酸聚合的 所以也叫二硕三磷酸 按照这个思路 还可以一直炼下去 那么这个叫多磷酸 如果一直这么炼中间没有头和尾接上 那个就叫炼N聚的多磷酸 它的同事我们可以写出来 我们从中间画出来一个看一看 一个磷对应一个磷 对应三个磷 这是基本的字 一个磷 磷用N表示吧 磷也是N 那磷应该是三 然后我们再往两段看 一直炼到最后这块 钉这块切去 这块多磷酸就轻 你往这块钉这切 这又多磷酸 所以轻的个数 应该比磷考虑到两段 多两个 要考虑到磷 你刚才你这么切 一直切到这 这磷被化进来了 你看你这块钉这切 这块还有一个磷 应该再加上一个磷 所以说那磷 应该是三加一 这就是同事 那么这种同事 考试的时候 你写出来三个链的 就能化出来了 是不是 就能写出来 正磷酸分子内脱水 生成 两个氢脱进去 那么三个就剩一个了 四个氧脱一个 就剩三个了 所以一个氢 一个磷 三个氧 这个叫偏磷酸 分子内脱水是偏磷酸 那么环四磷酸的组成 环三磷酸的组成 也都和这个比例相似 氢磷酸都是一比一比三的 所以环四磷酸的组成 与偏磷酸的相同 我们把它叫做四片磷酸 四片磷酸怎么形成呢 这是一个磷酸的平板图 这又一个 我们把四个磷酸的平板图 画到这儿 然后让它环状的 附近两两脱水 这是脱一个 这块再拖一个 拖了四个水以后 就形成环四的偏磷酸 那么环四偏磷酸就可以形成 偏磷酸的形式 阔弧外边有四就行了 如果是环五的写五 环三的写三 环六的写六就完了 所以环的偏磷酸 这个通四反而好写 链状的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是环四剧磷酸 环四剧磷酸 也叫四偏磷酸 这个是环三的偏磷酸 所以下标写了个三就行了 按照这个思路 你环多少都可以 但一般来说 环三环四比较稳定 环太大了 它容易断开 变成链状了 所以习惯上 多数是环三环四 环五环六就不稳定了 环NG多磷酸 就可以写个NG酸了 只不过稳定性差一点 偏磷酸的酸性 肯定比磷酸还要强 顺便说一下 后边还要介绍到 亚磷酸 次磷酸 磷的含氧酸的酸性 往往是反常的 我们知道 这个硫酸比亚硫酸的酸性强 这个磷酸比次磷酸 比亚磷酸的酸性强 高磷酸的酸性更强 也就是说中心的氧化素 越高酸性越强 但是到磷酸不对 你看一看 那个次磷酸和亚磷酸的酸性 都比磷酸强 这个反常 磷酸有配位能力 当然了 它配位能力不是太强 配位化素不多 磷酸根具有配位能力 能够和一些金属离子 形成可用性的配合合物 我们在实验室里边 你把三加铁和磷酸岩一讲 就能够生成这种白色的衬电 黄色衬电 能生成黄色衬电 这种黄色衬电 如果有过量的磷酸的话 它就生成配合物而溶解掉 那么生成两个磷酸根的配合物 也有的书上写的是磷酸一青根的配合物 这俩哪个对 不好说 写这种多 也有写上磷酸一青根和铁的配合物 形成的配合物是无色的 沉电是黄色的 在分析化学中 如果三加铁的存在影响到其他元素的分析的话 它就生成沉电 也有可能还有特征的颜色 那么就可以加磷酸把三加铁生成配离子以后 就不让它影响你其他元素的分析 那么人们把磷酸对三加铁生成无色配合物 这种结果叫做什么 磷酸是三加铁的掩壁剂 把它掩壁起来了 磷酸能够生成很多盐 为什么生成很多盐呢 可以有正磷酸 一清盐二清盐 是不是 磷酸可以称成不同聚合类型的 也都可以形成盐 所以它磷酸盐总类翻多 正磷酸盐 磷酸钠钠钾实验室都有 磷酸氢钠钠钾实验室也都有 磷酸二清盐 二清钠二清钾实验室也都有 而且它们的清盐有比较多的解击水 再讲磷酸盐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 那么磷酸盐 磷酸钠有九个解击水 你稍稍加热就变成液体了 是溶于它的解击水 那么磷酸盐有一些解击水多了 你稍稍稍加热 它也溶解在自己的解击水中了 再一个就是磷酸钠有十个解击水 你稍稍加热 它就变成液体了 胶磷酸实验室有胶磷酸钠钾 链状的多磷酸盐 比较常见的是三聚磷酸钠 三聚磷酸钠 原来我们无极有个叫中极无极实验 中极无极实验就是自备三聚磷酸钠 三聚磷酸钠是以前在洗涤剂 洗涤粉等经常加的一个化合物 现在由于磷对环境的污染 不要加了 所以这个实验也不再做三聚磷酸钠的自备 即分析了 因为负磷的水 容易长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不是 现在不要用了 所以那叫负营养化的水 这个不要排泄 然后是这种偏磷酸 脱去一个水 内脱水的 一般的是实际上一加热 它是环境脱水 环境脱水 所以环多偏磷酸 也能够形成偏磷酸钰 实验室也有这个实验 不知道你们做没做到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们的溶解性和水解性 首先 钠甲乳酸 包括R离子 这些一架离子 和磷酸根的 正磷酸根的形成的盐 以及一清盐 它们的溶解度都比较大 所以都叫做可溶岩 都叫可溶岩 原因是这些离子的半径 不算小 然后电荷也比较低 所以和磷酸根形成的盐 那个离子键就比较弱 金额能比较小 水能够破坏它 所以溶解度比较大 但是这里边没些锂 锂的半径特殊的小 所以磷酸锂是难溶岩 二清盐一般都可溶 什么意思呢 二清盐不仅仅这个一架离子 二架离子 甚至磷酸二清铝 三架离子都是可溶岩 都可溶岩 所以二清盐一般都可以溶解 原因是 二清盐相当于磷酸根 变成负一架离子了 负一架离子和高架离子 负一架离子之间的结合力 或者金额能也不那么大了 所以说它是可溶的 其他的盐不宜溶 比如说磷酸一清盐 基本看成是溶解度比较小的 磷酸钙溶解度更小 我们有一个实验 就是在什么呢 在二氯化钙溶液中 分别加入磷酸钠 磷酸一清钠 磷酸二清钠 然后关它 三个四管中 称量的多少 实验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加入磷酸跟 那个二加钙那个体系中 称电量最多 然后磷酸一清跟 这个溶液中 有钙的和钙混合 有少量的称电 磷酸二清跟和钙离子混合 没有称电生成 然后再接着分别加氨水 磷酸岩那个已经都称电 再加氨水没什么变化 磷酸一清跟那个刚才说 沉淀不多 再加点氨水 沉淀量增加 磷酸二清跟那个溶液中 刚才没有沉淀 一加氨水有大量沉淀生成 整个那个实验大概就这么做的 过程就是这样 原因就是它们盐的溶解度不一样 所以沉淀量不一样 造成的 易融的碱金属的正盐水解 溶液碱性 比如说磷酸三纳溶液 在水中它的PI积值在12以上 在12以上 它的水解程度比较高 PI积值比较大 磷酸一清盐水解 溶液也显碱性 但有的双血 这个显弱碱性 原因是0.1磨研每升的 磷酸一清盐的PI积值 大概在8到9之间 和12那个左右比 那个就差远了 是不是 这个磷酸一清根 从酸碱的解离 我们可以看 它既是酸又是碱 是不是 那么它水解 生成像根可以看成是碱 然后它又可以解离出氢离子 看成是酸 所以它是两性化合物 那么实验结果证明 溶液鲜碱性 说明什么 它这个水解常数 要比它这个第三基的解离常数大 你查一下数据 肯定是这样的 那水解常数 可以通过水的离子机 和它的解离常数 能算出来 是不是 这个K3是第三基解离常数 刚才就有 是不是 你比 说明什么 这个第二基水解常数 比它三基的解离常数大 所以说它显碱性 二氢岩的水源也显酸性 实际上显弱酸性 它Pi大概是5左右 Pi5左右 说明解离肯定比水解程度大 我们再看一看这两个关系式 那么二氢根 如果水解的话 和水解合生成一个氢两个离子和磷酸 这用K3第三基水解表示 如果要是解离的话 是解离出一个氢离子 然后生成一个磷酸一氢根 那么 实验结果证明显酸性 肯定是这个水解这个常数 这个水解的常数 比这个解离常数要明显的小 明显的小 你也可以算一下 确实是小 然后几种磷酸根的鉴定 这个实验室我们也能做到 首先 磷酸根和银粒子反应 生成黄色沉淀 是磷酸银黄色沉淀 顺便说一下 如果用磷酸一氢根和磷酸二氢根 加上磷酸银 也生成黄色沉淀 说明什么呢 生成都是磷酸三银 磷酸三银 你不管磷酸一氢根和磷酸二氢根 如果你像磷酸里边加入磷酸银 没有沉淀生成 因为氢粒子溶度相对大了一些 如果是磷酸一氢根和磷酸二氢根和银粒子生成沉淀的时候 肯定释放出氢粒子 氢粒子溶度大 能够抑制它沉淀的生成 所以加入磷酸中 不生成沉淀 偏磷酸 偏磷酸钠 或者偏磷酸钾 加入银粒子以后 生成的是白色沉淀 这个白色的是偏磷酸银 肯定不是银的氧化物 银的氧化物一般认为是黑色的 还有一个是实验室常用的是胶粒磷酸针 胶粒磷酸针依照银粒子生成是胶粒磷酸银 是白色沉淀 这个白色沉淀 现在你要是鉴定的话 这个黄色挑出去还有两个白色 两个白色的还应该想办法继续区分 怎么区分呢 像偏磷酸针和胶粒酸针的溶液中 分别加入少许醋酸酸化 什么意思呢 那两个溶液都是碱性的水解 对不对 加入点醋酸酸化 然后再分别滴加鸡的氮氧溶液 氮氧溶液就是我们把鸡蛋打开以后 把黄扔掉 把氢加点水搅 这就是氮氧溶液 加进去以后 那么不一样 你把这个也接日鉴定也可以 接日鉴定结果证明 使氮氧凝溅的是偏磷酸针 那么氮氧相关于是蛋白质 蛋白质凝聚 大概有两种途径 一个是加热 我们煮鸡蛋它就凝聚了 是不是 第二种途径是加入化学四季 豆腐的凝聚是通过加入钙 那个鎂和钙实现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凝聚可以加入什么 也可以加入偏磷酸针 能够使它凝聚 所以能够使凝聚是偏磷酸针 刚才还有一个白色参天是胶磷酸针 这就都区分开了 所以这是有关的鉴定反应 鉴定磷酸针的重要反应 还有其他办法 是使其雨过量的木酸针 在硝酸溶液中生成磷木酸针 这个是针电反应 这个磷木酸针针是黄色的 通过这个办法 也能够鉴定什么 磷酸针 也能建立成根 你看看 这个里边聚合的结果 又有磷又有木 这就叫杂多酸 叫杂多酸针 它们叫安利子 所以是杂多酸针 它们研究杂多酸的 中心的是什么 是磷和木用的比较多 磷和木比较多 现在除了可磷性杂多酸 又合成很多晶体的 带有龙状孔道 不同类型的杂多酸化 我都合成出来了 磷酸针还可以和铭 氯化氨水的混合溶液反应 吸出磷酸鑾美白色沉淀 所以这个磷酸针生成沉淀 除了可以和银生成黄色沉淀 生成磷木酸鑾沉淀 还可以生成磷酸鑾美沉淀 这是磷酸针的又一种重要反应 然后我们介绍